他五間套餐非常的厲害 1800日幣是吃的到和牛的喔 等一下我把拉丁了 怎麼了 我們要去吃什麼 吃燒肉 燒肉 不要啊 我要把你拿去炒肉燒肉 我們要吃這一間啦 新年蔡林找的燒肉什麼什麼牧場 重點是600多塊就可以吃到和牛套餐耶 就吃燒肉 燒肉 然後據說這間是連鎖的 中午最便宜最划算 聽到這個歌聲是不是要跳舞一下 欸 是這樣跳嗎 日本的舞蹈 我不知道 不要亂跳 等一下被罵 好啦 今天要吃什麼啦 我們現在在這邊燒肉本部牧場 我們現在是在沖繩的北部 那這一區就是本部 那它為什麼叫本部牧場 是因為它這邊用的都是當地的牛 叫稱之為本部牛 哇 而且聽說五間的套餐很便宜喔 它五間套餐非常的厲害 1800日幣是吃得到和牛的喔 欸 可是現在已經1點41了 沒錯 它是開到三點 希望我們可以吃得到 欸 跟大家講它五間套餐是平假日都有 真的還假的 平假日都有 趕快看 趕快看 現在是Open的狀態 一進來的感覺是很高級 有一個城列區啊 那這邊有賣一些酒 這邊應該是一些肉 還有這邊有個冰箱 展示一些肉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還有賣一些脫鞋的紀念品 我們等櫃檯放門服務吧 先大家講一下它的菜單 最主要是它有這個五間的套餐啊 五間套餐啊 還有牛排 可是我們想要自己烤 所以我們打算再點一份這個 2980的牛聖殼 這我也不曉得是什麼 反正就是 感覺就是一整份的牛肉 其實它裡面啊 整個用餐環境看起來很高級 很像那種 比較舊式的那種賣牛排的餐廳 高級西蘭丁啊 對 有一種那種 就是以前比較早一點年代的那種 賣牛排的那種餐廳 這個地方啊 它其實也是在沖繩的北部 大家如果有去水族館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邊 可是呢 它最便宜的是五間套餐 沒錯 這間應該也是算貴貴的店啊 不是便宜的店對不對 可是一千八真的還好耶 等一下是你父親還是你老公 他燒老公啊 那麼便宜那小咖 那算咖 那小case 當然都刷我的 當然是便宜 OK的 我跟大家講 大家就照我現在講的行程走 反正你中午就先來這邊吃飯 吃五間套餐 一千八對不對 對 那你們一定想說 那水族館什麼時候去 你們就下午四點之後再去 水族館有四點之後的夜間門票比較便宜 好啦我們就等它送來 看有什麼東西再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大概過了兩分鐘 新鮮菜林去上廁所 他有送紅茶 和牛號餐啊 是有紅茶或者咖啡可以選的 我們這邊呢剛好先送來的啊 就是兩份和牛的套餐 親愛的 跟大家講一下 和牛套餐價值 台幣大概600左右 有什麼 那它總共有附三種牛肉品 一個是牛腿肉 一個是牛肋骨肉 那它還有附這一個 這是牛腸 喔這是牛腸喔好特別喔 這個我沒吃過欸 看起來很像煙腸欸 看起來很像煙腸 它這個是辣椒嗎 我也不曉得欸 然後還有附熱蔥 對這個很重要 有混不同的部位 那油花比較漂亮的是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和牛啊其實是有分等級的 那其實它的和牛看起來是 稍微可能等級比較下面一點點 那跟大家講呢 套餐它一定都會有後飯 它的飯非常大碗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 再加麵 或者是湯 我們有各加了一個 我覺得感覺加麵比較划算 裡面還有肉 喔~~ 感覺麵還不錯啦 然後它的飯感覺應該也是好吃的 我們先烤個和牛 讓新店菜雲吃看看 看起來油花最漂亮的是這一片啊 對因為它其實有兩三種部位混在一起 所以比較難分辨 來吃吃看 1800套餐日幣的和牛好不好吃 你覺得我要沾醬嗎 我覺得都可以了 看你 我先聞香一下 對它總共有單種醬嘛 可是我們不曉得是什麼口味 我剛好先吃了 根據我的猜測 這就是一般的鹹醬油 啊稍微偏鹹 那這個有帶黑胡椒的味道 那這個是有一點像五味醬的味道 這三個醬裡面啊 我覺得比較好吃的是這個黑胡椒的 好 來吃了 好吃嗎 它的油脂算蠻豐富的 你真的在咬的時候 也是每一口都會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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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這樣 可是它稍微切得比較厚一點 我是覺得稍微要咬比較久 我是比較喜歡稍微切得薄一點的和牛 可是老實說 這個等級的和牛 這個價格 其實我覺得可以 可以啊 其實算算OK 我覺得算可以 然後接著啊 我們剛才另外一個2980的對不對 對 2980 它就是送了一份這個給我們 哇這個真的有點複雜 給各位看一下 這總共有八種肉 然後有不同的部位 可是它的油花真的每一個都不太一樣 對 看起來最漂亮的是這個 對 這個油花是很漂亮 那當然這個油花就稍微比較醜 可是原則上看起來 都應該是已經快要到和牛的等級了 像這個就感覺比較不像和牛 這個感覺熱調的那種油花 然後我們先來烤剛才的和牛 還有這個腸來吃 我們有點一份沙拉 這份沙拉是韓式沙拉啦 這份是800塊 再來我要吃這個 我也不確定它到底是牛肉茶 還是豬肉茶 反正這就是類似這個香腸 它有寫是牛腸啊 喔真的喔 可是我剛才在烤的時候 我覺得它一定很juicy 因為它最後還有那個爆香感 我先吃一口給大家看 欸 汁超多的耶 好燙喔 它咬下去喔 我還沒吃 它咬下去的口感 跟一般那種德式香腸 還有那個香腸都不一樣 它是軟的 其實不是那種紮實感 所以就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然後咬下去我的 就是馬上 爆滿我的嘴巴 它感覺它的皮 不是脆脆的那一種 嗯 你看 這滴汁耶 你看喔 欸滴汁耶 欸這好吃耶 很難吃喔 嗯這個也 我剛剛有吃一口味覺得很好 其實 味道跟 我覺得味道跟一般的早餐吃的那個腸 不會差非常多 可是最主要就是它很juicy 很難 對可能因為我們是現烤的 所以它可能做法有點不同 到底 所以我們要來烤這個2980的餐點了 對這個是2980的 那它總共有八種肉 那有哪八種呢 我就放在這邊 太不打了 太不打了 我們就挑幾個油花比較漂亮的 我覺得這塊油花最漂亮 來烤一下 我跟你講要烤哪一個 你看到特上的就烤就對了 看特上的 啊看到上的 所以就是先烤這兩個特上 再烤那個上 就對了 那我們先烤特上好了 好這個和牛的訣竅啊 其實就是不能太熟 就原則上 不然就是你讓那個油脂啊 油濕了其實就很可惜 然後這個油花也是比較漂亮的 先烤 這個就是特上的 試一下 其實它烤完之後 就跟那個1800套餐的 和牛長的完全不一樣 1800可能就是 真的是部位稍微差一點點的 那你也有講喔 不要說我 這個油花真的看起來比較漂亮嘛 好來吃吃看 它這個光看表面 就是稍微整個就是已經 油油亮亮了 感覺很像剛出那個洗澡完 然後整個身體發亮的 泡溫泉完的那種感覺 來吃一下 好吃對不對 跟剛才那個1800的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跟你說這個肉啊 跟剛剛吃的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 非常非常的軟 非常非常的嫩 雖然兩個油脂都蠻重 可是這個油脂吃起來 稍微比較黏稠一點 不太一樣 而且你一入口 就知道不一樣 真的 我剛剛油頭是一塊啦 這個等級還是比 五間的套餐 好蠻多的 對 它五間的套餐啊 是掛1800嘛 可是它是寫和牛 沒有特別寫是什麼地方 可是這一個呢 我們現在吃的這一個 它就有特地寫它這個是本部牛 就是當地沖繩的牛 吃起來真的完全不一樣 以好吃度當然是這個好吃的啦 然後CP值的話 當然就是可能 1800 對 沒錯 對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來啊 可以點一個2980 一個1800 對 比較看看 對 直上一下 都還不錯啦 都還不錯 好 總共吃了多少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共吃的日幣是 7780和台幣大概 2100多 還OK啦 不是說太貴 就是中間的價位 中中啦 中中啦 和牛套餐就是 你想要吃個國產的日本牛肉啊 然後中午呢 不想要花太多錢 它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 如果兩三個人來 可以有人點和牛套餐 有人可以點別的東西 最後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營業時間 這邊有寫 它 中午的時間啊 是早上的11點到下午的3點 晚餐啊 就是晚上的5點 到晚上的10點 所以要在營業時間來吃喔 而且中午的時間 大家不要錯過 今天的影片就已經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喔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 都會發布影片 最重要的是 加入我們的社團 跟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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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午在那裡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午在這幾個千秋 aerosol 我們下午在這幾個飛行 要 И,我們下午在手空間 會來可以試發